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 然后势如破竹地开进了北京 这一年 以崇祯皇帝吊死在皇家后花园 北京万寿山 即今日北京景山公园为标志 大明帝国轰然垮台 这一年 大清帝国几代人梦想了许多年的山海关 城门洞开 多尔滚率领大军 在这里会合吴三桂 于一片石地方 打败声势浩大的女君 从此 所向提名地杀进中原 并迅速建立起全国政权 这个原来只有几十万人口 割据东北地方一语的女真酋长土芳 终于成长为统治中国上亿人口 达268年的大清帝国 在那山崩地裂的时刻 主导着改天换地的人物 就是刚刚当上大清摄政王七个月 十年三十二岁的多尔滚 而事情却要从大明帝国最后一位皇帝 崇祯皇帝那风雨无惠的最后岁月说起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观察 朱友简是一位有太多小聪明 却对全局战略缺少总体把握和指导的皇帝 从个人品性上判断 他是一位图虚名而受识惑的典型 用今天的语言描述 就是经典的死要面子活受罪 直到为此丢掉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姓名 翻简现有明清关系史料 有一个明显的对比 明朝官方记载中 几乎全部都是对满清的战争 绝少有和谈的记录 而清朝官方史料中 则有大量希望双方谈和的实录 其中隐藏着特别值得玩味的玄机 崇祯十四年 张献忠攻下襄阳 杀死襄王 李志诚趁河南大饥荒的时机 采纳了李延的建议 在起兵十几年之后 第一次提出 盈闯王不纳良的政治口号 结果竟有数十万饥饿的农民 踊跃加入到他的队伍之中 玄机攻下了河南重镇洛阳 俘虏了崇祝皇帝朱有俭的叔叔 福王朱长荀 李志诚下令把这位福王杀死 把他的肉剁碎和鹿肉煮在一起 称之为吃福禄宴 就此中原战场格局 发生了根本性逆转 同年八月下旬 明清之间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 松锦大会战接近尾声 红城仇被围困在松山城内 十一月间 辽东地区下了一场大雪 运输极度困难 皇太极看到围困锦州 松山的清军粮草不济 于是再次派人与明军接洽和谈 兵部尚书陈新甲 鼓足勇气对皇帝提出了议和的建议 到了这时 万般无奈的崇祯皇帝 仍然不肯放下身段 他先是痛斥陈新甲 妾则良久 然后仍然以天朝上国之天子自居 百般玩弄辞早伎俩 在口气和做法上 都使用了很是不屑一顾的方式 用以轻蔑皇太极 结果终于导致松山城破 红城仇被俘 为此晚明前清时期的历史学家全祖旺 评论崇祯皇帝朱有简说 百战百败之后 而富气若此 不量力若此 是则自取灭亡之道也 到崇祯十五年四月 嵩山锦州相继失县 杏山塔山宁远危在旦夕 李自成张献忠们 也在中原湖广一带闹得如火如荼 直到这时 崇祯皇帝方才征求首府大学士 周延如的意见 是否需要和满清讲和 周延如深知自己这位皇帝的秉性 知道他从不肯为臣子们担当 何况是这种涉及到江山社稷 千秋名节的大事 搞不好自己就会成为皇帝的替罪羊 于是我们的内阁首相低着头 仿佛睡着了一样 任凭皇帝催问 死活就是不开口说谎 气得皇帝拍案而起 拂袖而去 只好私下里命令兵部尚书陈心甲 派人与皇太极秘密和谈 皇帝让他便意行事 就是自己相机行事 看着办的意思 然后再三再四地叮嘱陈心甲 一定要保守秘密 秘图之 不要让外面的人们知道 此次一和 和明朝方面派出的代表团将近一百人 他们担心满清方面不友好接待 还特意携带了四式渔车 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 没想到皇太极对此次一和高度重视 他专门安排大臣出城远迎三十里 接待规格极高 几乎是天天盛宴款待 令全体明朝使团成员大喜过望 从现有史料判断 很难说皇太极是在施展计划 当时满清决策层包括皇太极 都不敢相信大明朝是真心意合 认为只是缓兵之计 为此皇太极还专门请红成筹来辨认笔记 确认了大明朝的官方文件 确实是出自崇祯皇帝的手笔 这才十分认真地开始谈判 这个时候 清军正在趁松锦之战 大胜的余威 进攻宁远等地 皇太极马上命令前线停火 以便为和谈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 到了这个时候 满清高层大体上以希望达成合议为主 在给崇祯皇帝的偿信中 皇太极态度持平 隐隐约约地暗示出 只要大明诚心诚意讲和 自己还可以做些让步 就这样 双方实际想法已经十分接近 如果能够就此达成合约 大明朝就将立即从 府被受敌的窘境中解脱出来 得到极其宝贵的喘息时间 后来的中国历史 很有可能会就此改写 谁也没有想到 在此前后 大明朝廷内外 接连发生了几件怪事 使得最后喘一口气的机会 也就此丧失 陈欣甲秘密派往沈阳义和的代表 尚未反复 朝廷中已经开始议论纷纷 最有代表性的意见就是 堂堂天朝何至于讲和书款 就是坚决反对对金讲和的意思 有一天 一群监察官员在朝房里 见到内阁大学室谢生 大家谈起了对亲关系 谢生告诉他们 关于义和的事 大家不必多说了 皇帝在奉仙殿里抽签 请求上天指示 已经下决心了 说完又叹息了一句 皇帝太喜欢耍小聪明 才导致天下坏到如此 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帮监察官员听到这个消息 再加上大学室如此诽谤皇帝 立即义愤填膺 大家纷纷上书 弹劾谢生 说他诽谤君父 大不到等等 前后打数十分 致使朱有俭大怒 下令将谢生开除公职 这边乡沸沸扬扬尚未平息 陈心甲派去谈和的人 偏偏在此时回到了北京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陈心甲竟是如此粗心大意的 一位国防部长 他看完来人带回的报告后 随手放到桌子上 就出去办别的事情 他的仆人以为那是一份朝报 便让人拿去传钞 结果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士大夫们的爱国热情 空前高涨 他们纷纷认为 这是误国卖国之举 络绎不绝地上书弹劾 要求严加惩治 就在这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 崇祯皇帝淋漓尽致地 表现了自己政治才能 与个人品性上的双重重大缺陷 他坚决不肯承认自己曾经密令和谈 于是下言指痛斥陈心甲 命令他毁过自心 陈心甲则认为 自己一切按照皇帝的指示行事 何过之有 不但无罪 反而有功 于是他以皇帝同样坚决的态度 拒绝承认错误 急怒攻心的朱友简 下令将陈心甲抓进监狱 最后倒透了霉的国防部长陈心甲 竟然被皇帝以私自议和的罪名 下令处死 由于这一番周折 皇太极的议和条件自然没有了下落 于是当年十月 他第五次派遣大军讨伐明朝 从此大明帝国再也没有机会挽救自己了 而李自成和张献忠 已经由河南发展到了湖广一带的广大地区 几乎遍布中原地带 面临内忧外患 大明帝国和他的崇祯皇帝 已经大体没有了有效的制衣手段 此时距离朱友简 把自己吊死在景山那棵树上 还有不到一年半的时间 中原1643年 是大明崇祯16年 大清崇德8年 这一年 大清朝发生了许多 令历史无法忘怀的大事 皇太极去世 扶林继位 多尔滚 由辅政王进为摄政王 大明朝也在焦头烂额之中 迎来了自己最后的时光 那位孙传廷 由于尔隆在监狱里被关押了三年多 如今 皇帝也顾不得追究他是否真的耳聋了 把他放出来重新启用 最早 先是任命他为陕西三边总督 这一年五月 命令他兼任总督河南四川军务 不久 进兵部上书 改称都师 总至应天 凤阳 安庆 河南 湖广 四川 贵州军务 并且 仍然兼任陕西三边总督 赐上方宝剑 就此 至少在理论上 孙传廷成了有名一代军权最大的重臣之一 可惜 这个时候 他的头衔绝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实质内容 他掌握的军队只有陕西一地的勤兵而已 而这些部队组建的时间并不长 粮草 器械 训练 都不充分 因此 从兵部上书开始 不少人都告诫他 千万不可浪战 不可孤注一掷 无奈 这个时候的皇帝 一方面 仿佛已经不是三年前 抓他的那个皇帝了似的 不停地给他加官晋级 另一方面 则不停地逼迫他 尽快出击 以便挽狂澜于祭祷 皇帝似乎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到了他的身上 以至于有人 甚至当面对孙传廷说 都市要是再不出兵 锦衣卫的人可就该到了 意思就是说 他可能会被皇帝再次关进监狱 孙传廷仰天长叹 说出了那一句 和古代名将同样绝望的话 他说 怎么办 怎么办 我当然知道这是有去无回 可是我能怎么办 男子和大丈夫 难道还要再回去 面对那些监狱看守吗 当年十月 多尔滚由辅政王 成为摄政王的同时 孙传廷仓储出战 对李志诚取得了一些胜利 随后大败 最后 在当年几乎消灭了李志诚的同官 再一次与李志诚决战 结果全军覆没 孙传廷本人在激战当中阵亡 这一年 帝国内阁首席大学士周延如 被皇帝下令刺死 这是崇祯皇帝 继杀死薛国关之后 第二次处死首席大学士 使朱有俭成为整个大明帝国 唯一一位杀死两个宰相的皇帝 说起来 薛国关能够当上首席大学士 和多尔滚还有点关系 公元1638年 即大明崇祯11年 大清崇德3年 多尔滚率军闯入大明复兴地区 达七个月之久 对大明的打击空前巨大 前面曾经提到的卢相生 乌阿恒两位总督战死 红城仇孙传廷被调离陕西前线 李志诚张献忠有了喘息之机等等 都是因为这次战争所致 当时的首席大学士 在此期间举措失当 从而丢掉了首府的职位 于是薛国关坐上了这个位置 在帝国制度之下 有三种人是轻易得罪不起的 一个是皇亲国戚 第二是太监 第三是特务组织东厂和锦衣卫 其道理不言之明 这也是这个国家 不配有什么更好命运的重要原因 谁知这个薛国关当上了首府之后 却一举把这三种人全都得罪得不清 有一天皇帝和薛国关聊天 谈论起如今社会风气太坏 到处都是贪官污吏 君臣之间不胜感叹 薛国关叹息说 假如东厂和锦衣卫 能够克尽职守的话 贪官污吏们就不会如此胆大妄为 此话一出口 站在边上的提督 东厂大太监王德化 便吓出一身冷汗 从此 东厂的大小特务们 就开始克尽职守地 严密监视起内阁首相 并不时把薛国关收礼受贿的事迹 报告给皇帝 不久君臣二人为经济窘迫 军费没有着落发愁 薛国关便给皇帝献了一策 他建议皇帝发行国债 向大臣和皇亲国戚们借钱 这家伙特意举出了一个 离皇帝很远的亲戚侯爵 李国瑞为例 说他拿出四十万两银子 应该不难 这李国瑞 是崇祯皇帝曾祖母 及万里皇帝母亲 李太后的家人 素以有钱著称 当时李国瑞 正在合同与李国臣闹别 李国臣就放出风去 说他父亲死时 留下了四十万两银子 自己应得二十万两 可以全部捐献给皇帝 充作军费 皇帝一听大喜 立即下令薛贵们 捐资助享 李国瑞为了显示自己没有钱 把房子拆了 然后把家里的破铜烂铁 通通摆到大街上叫卖 说是要换钱帮助国家 顾过难关 朱有俭听说后怒火万丈 立命夺去李国瑞绝路 致使李国瑞经济而死 周皇后的父亲 也是到处哭穷 周皇后为了帮助自己的丈夫 也为了帮助自己的父亲 悄悄给了父亲五千两银子 于是皇后的父亲 勉强捐出了一万两 后来李自成进北京后 据说真的从李国瑞家里 敲诈勒索出了四十万两白银 而在周皇后的父亲家里 敲拨出的数字是五十三万两 就在皇亲国戚们 人人肉痛不已时 皇帝的第五个儿子生病了 据说病中的皇五子 看见自己的高祖母李太后 如今是九连老母菩萨 他老人家责备 崇祯皇帝对外加不好 所以先降灾皇五子 如果皇帝不痛改前妃 还要让所有的皇子都死 过后这皇五子真的死了 这虽然是太监宫女外戚们 联手玩的把戏 却也是最有效的把戏 崇祯皇帝大受刺激 立即册封李国瑞的儿子为侯爵 归还了所有捐献钱财 并在心中切齿痛恨薛国官 有一天皇帝命令薛国官 为自己起草一份御旨 薛国官交上来后皇帝很不满意 当场将那份草稿扔在地上 并一一隶属薛国官贪毒舞弊之情事 命存臣异罪 最后薛国官被皇帝下令 开除公职遣送回乡 这薛国官在职期间 可能的确敌财有数 离开北京时 装运财务的车子 一辆接着一辆 东厂的特务 马上报告给皇帝 皇帝随下令 将他捉拿回来处死 于是薛国官成了大明朝 276年间 即洪武皇帝朱元璋 处死胡维雍 家境皇帝朱厚聪处死下颜后 被处死的第三位宰相职级的人物 诗人与后人普遍认为 这薛国官罪不至死 死得有点冤 他死后皇帝下令不许家属收尸 将尸体扔在那长达一个月 致使遍体蛆虫 腐烂不堪 臭气熏天 周延如是一个在帝国官场上 几上几下的老官僚 属于那种好事坏事 都参合着做过一些的人物 他的死自有其取死之道 却也很有点让人 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意思 周延如死后 和大名鼎鼎的延松一道 被列进了名史中的奸臣传 后世一些史学家认为 这有点莫名其妙 觉得此人 似乎还没有这样的资格 崇祯一朝17年 总共使用了50位内阁大学士 史称崇祯五十相 就是崇祯皇帝有50位宰相 还亡了国的意思 讥讽的味道很重 周延如在崇祯三年九月 曾经出任过一次内阁首府 当时朝廷内党争剧烈 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是非善恶的底线 衡量国家事务和用人的标准 大体上以是不是自己人为准绳 周延如是江苏宜兴人 他的家人子弟横行相邻 无恶不作 以至于他家的祖坟 都被人在夜里绝毁 宅院也被人纵火烧掉 在朝中为首相的周延如 翻手为云 扶手为雨 口碑很糟 三年之后 在一场分辨不出 是非善恶的官场清杂当中 被罢官还乡 八年后 崇祯十四年二月 国家局势一天比一天糟 一批东林党和福社的人 投资几万两白银 为周延如活动 终于使崇祯皇帝 想起了他的若干好处 于是召他回京 第二次出任内阁首府 这一次受召的有三个人 其他两个人中 一个坚决推辞 另外一个到北京后 立即告病回乡 只有周延如喜气洋洋的 前来上印 据说他的儿子告诉父亲 自己夜里梦见了去世的母亲 披头散发地抱着自己哭泣 所以他的儿子 极力劝阻父亲不要付出 周延如表示 这一次付出 自己要竭尽全力地做好事 以报答皇帝 报答那些寄希望于自己的人们 周延如付出之后 的确做了不少好事 譬如 减免各地历年积欠的赋税 为一些冤假错案 平反昭雪 制止东厂锦衣卫 试探臣民隐私等等 历史资料上面说 都人大跃 就是说首都的人都很高兴 这些是导致后人 为他名列名史奸臣传 抱不平的主要原因 却也为他后来遭遇大祸 埋下了伏笔 帝国官场之乖吏调诡 实在令人一言难尽 崇祯十五年元旦 文武百官朝贺完毕 崇祯皇帝请周延如等内阁大学士们 站到西边的尊贵位置上 崇祯向周延如身居一躬说 我以天下拜托先生 然后又给大学士们居了一躬说 自古以来只要君臣志同道合 天下没有不太平的 在大明帝国 这是臣子们从来没有受到过的崇高礼遇 可见崇祯皇帝对周延如的期待 有多么殷切 然而此时的帝国官场 早就不是周延如第一次当首府时的模样 现在官员们不但以是不是自己人 为衡量是非的标准 而且还一出手就要力图 只不是自己人的那些人已死地 周延如在得到一批人拥护的同时 也受到了不少人的憎恨 譬如锦衣卫首领洛阳幸便是最可怕的一位 原因很简单 周延如奏请皇帝制止东厂锦衣卫 刺探臣民隐私 使这些大小特务们的权限大受限制 他们无法不恨地牙根痒痒 不久兵部尚书陈兴甲 与满清一合不成 导致清军再一次大规模入侵 一位名叫熊开元的官员当着皇帝的面 指责首府和都府大员们 在清军内犯的问题上负有罪责 皇帝命令熊开元写一份奏书 结果熊开元的奏书写得不痛不痒 当时清军尚未退去 皇帝正为此焦头烂额 看到奏书后极为恼火 下令锦衣卫逮捕熊开元 翩翩的熊开元是锦衣卫最高首长 洛阳幸的同乡 洛阳幸随藉审讯熊开元的机会 把周延如的隐私一一揭发出来 就此周延如在皇帝的心目中 变成了一副怪怪的形象 转过年即崇祯十六年三月 正是万物复苏水草丰美的时景 第五次大进关内的清军 创造了一天之内连破二十六座城池的记录 并且竟然就在山东吕州地区 驻扎下来募放其马来 崇祯皇帝真的忍无可忍了 他把周延如等人招来 宣布自己要御驾亲征 周延如慌忙劝阻 并表示自己愿意代替皇帝亲征 皇帝冷笑一声说 我刚算过一挂 此刻正是出师的良机 先生要是真的愿意去 就立刻出发 出宫门以后就往东走 一定不要向西转 周延如的家在宫门西边 他离开皇宫后 连家也没赶回就亲征去了 当时共有四路地方部队赶到了北京 周延如带着他们住在通州 史书记载说 他们每天互相宴请 没有和清军打过一仗 却每天早晚各向皇帝抱劫一次 并为立功将士请求封赏 一个月后清军退出关外 周延如凯旋回京 据说崇祯皇帝拉着他的手 未劳备至 没有几天周延如谎报军情 欺蒙皇帝的报告 便陆续送到了皇帝手中 鉴于周延如的崇高地位 且长期任劳任怨 为皇家服务 崇祯皇帝横给面子 只是将他罢免回家 还赏赐给他一百两白银的路费 他可以享受乘坐国家交通工具 免费在国家招待所中 食宿的待遇 周延如算是平安着陆 他的儿子也为此大松了一口气 谁知有一天 一个可能和锦衣卫 有些瓜葛的官员 有意无意地点拨皇帝 想起了一件事 有一次 皇帝在最宠爱的田妃宫中 看到了一双制作的 异常精美的绣花鞋 拿起来一看 那鞋上用金丝工整地绣着五个字 约周延如敬献 当时崇祯皇帝勃然震怒 将田妃呵斥了一通 吓得田妃连连叩头请罪 崇祯皇帝拂袖而去 此后连续几个月 不再理睬的小女子 经过点拨 皇帝想起了这件事 认定周延如不但欺盟自己 而且还犯有通内大罪 于是立即命令锦衣卫 将周延如从家乡抓回京城 勒令自尽 当时洛阳姓前去验尸 怕周延如不死 还让人用一个大铁钉 钉进了前首相的脑 与薛国官比较起来 周延如还算是幸运的 因为皇帝当天就允许家属去收尸了 据说周延如知道情况不好 临被捕时 将家中的珍宝戏软 全部堆在阁楼里 放火焚烧 史书记载说 由于里面有不少奇珍异宝 大火燃烧时 火焰都是无彩的 有一次皇帝和一个臣子聊天 谈起了周延如 皇帝恨恨地说 我就是恨他太死乖 意思就是说 他恨周延如太聪明 太乖巧 这位皇帝真的很难伺候 性情刚烈的袁崇焕 他容不得要杀死 性情乖巧的周延如 他也容不得 也要杀死 到周延如死的时候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 我们的皇帝 已经没有什么人可用了 于是皇帝在宫中 下达了一项严厉的命令 严禁宫中女眷们 玩一种叫做吊城的游戏 这种游戏 就是在一块正方形的布上 画出一个紧致形 分为九个方格 中间的一格为上营 四边的为中营 四个角为下营 然后在一定距离之外 用银球往上面抛 抛中上营受上赏 中营受中赏 下营受下赏 是宫中女眷们 消遣漫漫长日的 一个乐子而已 皇帝看到帝国的城池 一个个落到了大清 和李志成们手中 就认定和这个吊城游戏有关 于是下令党敢再晚者 严惩不待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知道 还有什么办法 可以挽救这个国家了 大明崇祯17年的元旦 对于崇祯皇帝来说 真正是个黑色的日子 今天以公历1月1日为元旦 以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 这是辛亥革命推翻地制 孙中山建立民国后改的 以前元旦就是春节 春节就是元旦 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 届时皇帝要在这一天清晨 接受百官的朝贺 谁知崇祯17年元旦一大早 从三四点钟开始 北京城便刮起了大风埋 古人文雅用的词也准确 大风埋显然比沙尘暴 更像那么回事 史书记载说 是日凌晨开始 北京便狂风漫卷 镇乌阳沙咫尺不见 暗无天日 白昼如悔 崇祯皇帝早早来到大殿 坐在那把龙椅上 等着群臣前来朝贺 谁知上朝的钟声敲响后 久久看不到一个官员上朝 可能是风声太大 等待外面的官员们没有听见 误以为皇帝还没有起身 于是皇帝命令再敲钟 不停地敲 并打开东西两侧大门 等了好大一阵 还是一个人影也不见 大风霾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沙尘暴 在古代的星象术士眼中 是边境刀兵大起的真相 乃大凶之兆 元旦即日出现这种景象 在漫天疯狂沙暴中 把皇帝一个人 孤零零地晾在诺大的宫殿里 推想起来朱有俭的心 可能会凉到了骨头中 为此战谱 战辞曰 风从前起 主报兵志 成破 臣民无福 再战一挂 挂辞更糟 兴入月中 国破君王 全都是大不及之语 没有一句能够宽慰人心的 据说 崇祯皇帝曾经做过一个梦 梦见一位长者给了他一张纸 上面写着一个有字 崇祯皇帝拿给大家看 众人都说 是大吉大利之兆 足大有 富有天下之一 后来 有一个会拆字解梦的人告诉他 这个字很不详 因为有字拆开 就是大不成大 名不成名 表示大名 残破不堪的意思 崇祯皇帝黯然失色 不过 据说他没有怪罪 那个口无遮拦的家伙 此时此刻 假如他知道李志成 正在西安城里 为建立大顺国而忙碌的话 他心中的感受 可能就真的不说也罢了 当时时 李志成的势力 在河南 湖北 陕西 山西等地 迅猛发展 出兵北京的计划 正在落实之中 南方地区同样风火连天 张献忠率大兵 由南昌南下连续攻占长沙恒州 江西广西的许多地方也相继陷 进入贾神年后 张献忠 朱江西上 进入四川 击败了对朝廷 忠心耿耿的中民旅江夫 秦良玉 一举攻占了万贤的地 朱友简万般无奈 他焚香沐浴后 祷告天地 请求神灵指示 结果福瞻之后 神仙的回答是 帝问天下事 观摊利要钱 八方七处乱 十造九无焉 一名苦中苦 乾坤颠倒颠 干戈从此起 休想太平年 崇祯皇帝看后 默默无言 正月初三 崇祯皇帝 召来一位名叫 李明锐的官员 询问御寇之策 李明锐请他命 所有人等回避 然后直接了当地建议他 至此天下凶凶之际 唯一可行的办法 就是南迁 回到大明朝祖先 开创基业的南京去 就当时的情形看 整个国家只有江浙一带 还稍需平静一些 朱尤简沉思良久说 这件事关系过于重大 不可随便说出口 然后他用手向上指指天 意思是不知天意如何 李明锐劝他当机立断 免得世道临头 后悔莫及 朱尤简说 这事我早就想办了 可没有人暂住 所以拖到了今天 你的想法和我很吻合 外面不愿意怎么办 此事重大 你务必保密 切不可轻易泄露出去 否则你的罪过不小 到此时为止 这南迁之意 可能是朱尤简唯一一个 延缓大明帝国 升级命脉的机会了 可惜这位皇帝 政治才能 与个人品性上的 重大缺陷 又一次 在这重大历史关头 发挥了作用 哲人曰 性格及命运 信哉思言 一个人的命运 是由该人的性格 与素质决定的 奎朱 朱尤简的一生 便是这句名言最好的 勿容置疑的注释 他的品性表明 把自己吊死在 井山下的那棵树上 可能是这位皇帝 最恰当的出路 而大明帝国 这朱家天下的命运 也由于这位皇帝 就此成为命中注定 朱尤简的皇后姓周 是一位端庄稳重的 美貌女子 史书记载说 看到她的人 会明玄不自持 表明她的相貌 可能十分光彩照人 她为朱尤简 生了三个儿子 二人的感情应该很不错 据说这位周皇后 自幼熟读经史 与崇祯皇帝很有共同意义 但她重复干预朝政 也不为自己的娘家人 谋取什么私利 至此天下大乱之际 有一天 她特别委婉地对皇帝说 我们在南京还有一个家呢 没想到那朱尤简 立刻声色自立地追问 她是什么意思 追问她听谁说要南迁 吓得皇后再也不敢多说什么 张燕是天启皇帝朱尤简的皇后 是朱尤简的皇寡嫂 这是明朝有名的贤后 她知书达礼 对小叔子很好 曾经帮助朱尤简 度过了继位之初的困难时日 朱尤简特别敬重自己的这位嫂子 然而她反对南迁 认为这将损害皇帝小叔子的形象 朱尤简听说后 马上怒气冲冲地 前去质问张皇后 听谁说自己要南迁 张皇后知道事关人命 坚决不肯说出人名 崇祯皇帝再三逼问 最后张皇后表示 如果皇帝一定不依不饶地 逼问是谁说的话 自己可以自杀谢罪 朱尤简这才性性作罢 由此给人造成一个强烈的错觉 就是皇帝是坚决反对南迁的 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 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实际上崇祯皇帝心里 可能极度矛盾 一方面他应该很清醒地知道 南京作为流都 有一套完整的政府机构 且有重兵驻守 在那里是有可能在头振作的 为此他秘密命令 在天津海边准备了200艘海船 和1000名精兵卫队 随时准备扬帆南行 另一方面 他特别害怕臣民们 认为自己怯懦 害怕丢面子 其中可能也有害怕 他动摇民心的意思 为此他犹豫不决 首属两端 随着李自成大军日益逼近北京 李明锐再也无法沉默 他公开上书皇帝 建议立即南迁 崇祯皇帝 犹豫不决 几天后 相当于今天中纪委书记的 左都御史李邦华建议 皇帝自己留在北京 让太子到南京监国 崇祯皇帝 犹豫不决 见此情形 李邦华再退一步 请皇帝将两位皇子 分封到太平宁国二府 以便拱位南北两京 崇祯皇帝 还是犹豫不决 史书记在说 皇帝拿着奏书 绕殿徘徊 一边读一边叹气 准备批准这本奏书了 刑部尚书徐时期 也提醒大家 倘若观望狐疑 导致想走也走不了的话 后果就不忍说了 恰在此时 出现了一位官典 极端中军爱国 特别慷慨激昂的官员 此人名叫光石亨 他上书皇帝 激烈弹劾李明锐 这一来皇帝又犹豫了 在朝堂上 他一反私下的主张 慷慨激愤地宣布 国君死设计正也 我下定决心了 李明锐不理那一套 再次上书 请求一天都不要耽搁 立即南迁 光石亨也更加激烈 指出 不杀李明锐 不足以安人心 许多大臣觉得皇帝 好像也反对南迁 于是纷纷复议 请杀明锐 以安天下 皇帝的表现 则是在殿堂上 当着群臣的面 又一次说了许多 波动感情的 同样大意凛然 慷慨激昂的话 退朝后 他却极度郁闷 烦恼透顶 对身边的近视说 光石亨真该死 我姑且饶他这一次 这位颠三倒四 杀伐决断的皇帝 偏偏在最需要决断的时候 变得毫无决断 而经过他17年的杀伐荼毒毒 如今他的身边遍布 贪毒凝落 投机取荣之辈 已经没有什么人 能够帮助他 挽狂澜于记得 时机就这样悄悄地划走了 皇帝再也不会有下一次了 李志诚进北京后 李邦华等主张南迁的大臣 或者逃走或者自杀 坚决不投降 偏偏是那位光石亨 几乎是在第一时间 就投降了李志诚 翻範史书 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场 似乎特别适宜这种官员 繁衍生息 每到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 这种人就会层出不穷 从来没有什么人 在文化和制度的层面上 探讨一下 这个非常聪明 数千年以忠孝人性 礼仪廉耻为号召的民族 为什么总会发生这种情形 史料显示 李志诚包围北京之后 那位刑部尚书徐时期 所预言的情形出现了 崇祯皇帝朱尤简 曾经多次试图脱出威城 逃往南方 然而欲迁不得 均没有入院 最后 他只能在一个太监的陪伴下 走向景山下的那棵树 走向那令他的臣子 所不忍言的结局 这种情形虽然令人扼腕 然而 知道了上面的故事之后 大约没有人会反对 景山真的是 崇祯皇帝朱尤简 最应该去的地方 在此前后 发生的事情很简单 从西安到北京 约两千多华里 李志诚 在他进军北京的路上 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 然而 在山西戴州西面的宁武官 他遭遇到了极其顽强的抵抗 戴州守将周玉吉 杀掉前来劝降的使者 一面加强城防 一面出兵齐息 在城内弹尽粮绝 城外绝无援兵的情势下 他退守宁武官 居然率兵连连重创李志诚大军 李志诚有四员小将 战死在这里 士兵阵亡者达一万多人 伤者无计其数 有史书记载说 后来李志诚率领军队 开进北京时 队伍中有大量伤产者 据说都是在戴州 宁武官战役中负伤的 最后 李志诚凭借绝对压倒优势的兵力 经过真正的殊死战 才终于打通了这座关口 周玉吉战死 他的家人全部巡国 这时李志诚十分震惊 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到了这个节骨眼上 大明朝居然还有如此坚强的捍卫者 和忠诚无畏的战士 为此 他产生了返回陕西区的念头 因为与这里比较起来 前方许多显观要塞 如大同 杨河 宣化 居庸关 都是著名的军事重镇 全部都有重兵防守 如果这样打下去的话 恐怕他就剩不下几个人了 正当李志诚 已经准备退兵回西安的时候 镇守大同和镇守宣化的 大明帝国最高军事长官 先后送来了请求投降的书信 李志诚大喜过望 随后杨河 居庸关守军 也开城投降 就这样 他真的如入无人之境地 开到了北京城下 到北京城下之后 李志诚感慨万千地说了一句话 要是再有一个周遇及 我就到不了这了 3月16日 崇祯皇帝为了稳定人心 召见了33位考选官 皇帝询问他们 安人心 搅扣 生财足用之计 史书记载说 召见中皇帝忽而侦察 忽而延没 忽而无缘无故地发笑 有些令人莫名其妙 中途一个太监匆匆走来 呈给皇帝一封密信 皇帝看后脸色大变 随即起身离去 那封密信中报告说 昌平已经失守 3月17日 李志诚来到北京城下 早朝时 大臣们谁都不敢说话 有人站在那里 只是默默流泪 崇祯皇帝显得有些神经质 时不时符暗写几个字 让边上的人看一眼 随即抹去 别的人谁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有一种说法 说他反复写的是 臣结亡国之臣 文臣各个可杀 此时此刻 他显然忘记了一个事实 这些臣子都是在他 十七年执政岁月中 被他培养训练成这副模样的 3月18日早朝 只有三位官员前来朝见皇帝 大约众人已经知道 皇帝在案子上写的字了 所以大家谁也不敢来 处皇帝的眉头 当日深夜 皇帝召来太子兄弟三人 他亲手为三个儿子 换上了破旧的衣服 为他们依次季节衣戴 叮嘱他们 今天你们还是皇子 明天就是平民啊 天亮以后 你们要忘掉自己的身份 隐藏好 不要告诉别人你们的姓名 见到老者要叫爷爷 见到年轻的叫叔叔 万一能活下来 要为父母报仇 别忘了今天的告绩 使书记载说 在场者泪如雨下 随后皇帝将周皇后的 妃嫔召来 周皇后说 我侍奉皇帝十八年 你从来不肯听人一句话 才会有今天 朱尤简 朱尤简 默默无语 周皇后 搂着三个儿子 哭成一团 随后 命人将三个孩子 送到外祖父家去 自己 自意而死 朱尤简 将十五岁的女儿 长平公主 叫来喊道 你为什么要生在帝王家 随即以左手演练 以右手规剑 砍下了公主的左臂 据说这位公主 平素极为活泼可爱 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此时昏倒在地 朱尤简手中的剑 吊在地上 公主算是 捡回了一条性命 三月十九日凌晨时分 朱尤简在多方企图 逃出城受阻之后 来到了景山寿皇亭旁 在一棵老槐树上 自意而死 陪伴他的 只有一位名叫 王称恩的司礼太监 据说朱尤简在自己的 前衣经上 写下了如下一言 正治登基十七年 逆贼直逼京师 虽正博得渺宫 上干天咎 然皆著臣之物正也 正死 无面目见 祖中于地下 去正冠冕 以法覆面 任贼分裂正师 勿伤百姓一人 有一种说法 说是一尖上 另外还写了一行字 百官拒负东宫行载 意思就是 让大臣们 前去拥戴辅佐太子 但是太子已经不可能有东宫了 史书记载说 太子兄弟三人 被送出皇宫后 来到周皇后父亲家里 据说这位外祖父 不敢收留自己的三个外孙子 将他们拒之门外 最后三个人 全部落入了李志成的手中 公元1644年 也就是大明崇祯17年 3月19日中午 李志成从德胜门进入北京 立国276年的大明朝 就此走进了历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